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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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景峰先生 郭永恆先生 邱晓中先生 下面请预示我为您介绍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及他们各自的立场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白族护弹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当今中国急需加强世界公平教育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面 郭永恆先生 正方三面 正方四面 陈慈轩 正方四面 陈慈轩 请代表富丹大学边论队 欢迎来词 各位好 坐在我左边的是反方 来自同西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班本地尝试 当今中国不需加强世界公平教育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面 下边 反方二面 转天 反方三面 让一场队 中四面 陈慈轩 请代表富丹大学 陈慈轩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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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本次比赛的提示您深度出说明 三个环节中 每个环节用时达一分钟时 继续员将一声音响提示 当适应时间到达一线时 及队伍适应下各个环节 均保证各于一分钟或从时间到时 继续员将一两声音响提示 此时开变首必须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慈一环节 留请深方一面 谢谢主席 在场都为大家晓得 开宗民意 世界公民驾驭是培养世界公民 面对世界新闻的教育 可以分为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 只在让人对选球性问题有正确认识 对共同人性有归属来及共情能力 并能积极面对和解决选球挑战 在中国 世界公民驾驭是建立人类兵域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方认为中国急需加强世界公民驾驭有有二 一 世界公民驾驭是我国建设的类兵域共同体 推动我国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手段 人类兵域共同体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 也获得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认同 基于当前世界局势及中共现状的提出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各个国家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各领域高度相关的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既然获得发展 就必须融入到全球的发展体系之中 美国发动贸易战 逆选球化而行 将要如善其身 却让自己的第一产业能受损失 全球信用变化 恐怖主义 粮食安全的一系列问题 成为世界各国与地区共同面临的世界性挑战 国家现在关系面的更为复杂 各国必须以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视角来应对处理 在这样的时代媒体下 人类因应过同的概念力量而生 只有改变人有狭隘的观念 理解世界实质上的修其移动 并会是奋斗 才可以让我们在严峻的局势下 能够各套的生活 二 在当今中国 世界公共教育的现状 仍有盖加强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 科技显示 仅有5%到5%的教师认为 当今世界教育的内容不够 仅有2.6%的教师认为 他们有条件实行和开展 和实践中开展世界公共教育 哪怕在世界上海这样的世界化大都市 医务教育阶段中 仅有约10分之一的学校 在教学道当中有明确的成体系的 世界公共教育 与此同时 在对外援助 滑进保护等 诸多全球性论域 五国公民的分史学厅 和全球性议持 能够待加强 对于圆培红组 建筑力 垃圾分类等政策的质疑 能够学于耳 在在华人士群体 一段波大的现状下 对于本国国民的努力 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在世界公民教育内阁 是可以确定的 实施方式 却可以多样化 因实力 具体来说 是情况实际留意下的其中 一 学科内容甚厚 参考其他国家的现状方案 可以在社会历史外娱乐 课程内容中 增加对世界各国国籍的介绍 引入对世界问题的正确价值观 二 获展相对社团活动 以磨研辩论语书会 结交和外围友的形式 加强学生对世界问题的认识 强化世界公民认识 三 增加实践性活动 以相关对相关议题的调研活动 举办各类组织的 各地团赛事 综上 基于世界公民教育的当局时代的背景下 急切需求 及利益深远 五方认识 当中中国继续加强世界公民教育 谢谢 感谢正方一变 接下来 有请把方四变对正方一变 进行致询一环节 有请双方便有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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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请教一下您 是不是一方第一当中 世界公民教育 需要永远培养 世界公民的教育 是的 好 所以这个公式 趁我们来看 您也知道国家公民教育 对吗 都会说到 要贵小我的名 要贵大我的名 牺牲小我 所以我们来看世界公民 那是不是我们说 在世界当中有利益充足的时候 我们要牺牲多几个国家 予以来成全世界的最多利益 我方认为 在世界公民教育认证 化与体系下 我们应该在里面 寻求的折衷点 而不是想之前 或者现在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很迟迟的 这是所谓的大部分 是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是整个世界最好的 没有很简单 如果两者可以折衷 既对自己有好处 对世界也有好处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发生了一个冲突 向我们来讨论一些冲突的一种 如说给你举个例子 最近中国 不在接受外国的 养垃圾件事 你知道吗 是的 对 但在这个情况下 全世界都在指责中国 因为他们认为 中国处理养垃圾 最有经验 但现在不接受 对世界造成的危害 这样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视角来看 是不是中国还是应该 接受养垃圾 帮世界处理养垃圾 其实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视角来说 正是中国做一个折衷的办法 因为中国虽然是接受了 很多瓦垃圾所谓的 给他们消耗的办法 但中国同时 也为他们排放了很多 例如说我们长江城国的实践 塑料的这个排放 最大的效果 其实我发的这个做法 其实正是中国想在国内 为世界的这个环境问题 提供自己的东西来做 我们再次明确一下 为什么说他们认为 要把大七排到中国 是因为中国体系丰富 经验丰富 我们认为我们中国的 最高效的处理 要大七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为什么中国不处理 是因为中国为了 自己人民利益 觉得我们要有更好的环境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中国不再接受要大七 那么是不是说 在两者冲突的时候 才说我们二者抉择 以何者为重招队 选择了拿出国民教育 首先我已经告诉过 中国这样做 其实也是想欠少中国的排放而已 至于中国这样 完全是为了中国利益 而不是为了世界环境 做出贡献的话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进行 所以那位主要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处理今天最丰富 别人国家也做排放 但中国排放本来也最少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两者 在这个人之间当中 我们要确定第一个共识是 我们双方 如果在利益充足的时候 选择拿着利益为重 拿着就应该叫做 是世界共同 还是中国共同教育 没错吧 实际上说话没错 没错 但是你这个问题有问题 好 我们先选择这个说法 还有问题 我再去两点 你这个为了 你是不是开始讨论 好 第二个问题 中国现实的国民教育 你知道吗 大概有 中国国民教育 目前对世界合作认知 也有很多的介绍 那您当然认为 世界国民教育 要补充的是什么东西 要补充的是 我方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人 而且我们还是个地球人 地球的问题 也是中国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那么加强 还有 您讲 毛盖书六章 可是发展概念当中 我们已经明镇到过 在国民教育当中 也要有环境意识 有世界意识 那这样的时候 您刚到底要 存在什么方面 所以我只能够认识 我只能够认识 就是不够啊 因为它只是在教材上面这样一体 而且还只是一章节里面的 一小部分内容 所以我方认识 这个情况不够 需要加强 好 非常先人问的说法 我方认为现在的教育内容不够 但是这样的保护是没有看到 在之后 教育内容不够 可以一步一步去拓展教育 去增加教育的课施时间 但并没有一个种 不要改变原本国民教育的提醒 去换一个式的教育 在提示的问题 我方认识 所以我们仍然说的加强 家务时限在我方经济来 的扩暖内容 其实我们就是在说 我们的加强 更assed练动力下的其中的部分 好 正好给人追究故事给予详 是不是没有回答 谢谢双方片友 在短ady结束后 正方所剩时间13分53秒 反方时间所剩14分53秒 再面由请反方一面进行 審思一环节 有请 谢谢主席观众在场各位 开中美以为各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公民进行了较为尚致的权势 以及世界公民拥有解决全球训练的知识 拥有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理解和批判的思考 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责任党和权利意识 能够积极从全球层面推动世界和努力运可持续发展 而除了知识方面的差异以外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最大的区别 即在于是责任性和价值的移动 世界公民要求从全人类的利益 主角度抒发思考问题担负责任 而国家公民则应该从国家利益角度抒发思考问题担负责任 在今年3月26日 教育部发表了 目前中国官方对于世界公民教育的唯一暴露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重要场合系列节目 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 讲经济全球化谈计下应培养世界公民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历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分斗中心的友谊人才 要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治者和接班人 安居于此 国方认为当今中国无需世界公民教育理由有二 首先我们目前的国民教育已经基本能够达到提升国民综合数字的效果 而现状下既在不断的拓展 在思想与政治课 私生课等高中生大学院的必修课程中 形式与政策课程将全球化代理 政治 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产生清楚 劳盖课程展开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群体课程会主义的教育理思想 维护世界合同的反共思想 私修课程是含带了基础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 在目前的教育时期中 数字教育的基本教育已经可以得到基本的满足 而目前虽然中国人口中收入到高等教育的人口秘密只有不到9% 但高等教育的数学率已经从2012年的30% 上升到了2017年的45.7% 我方承认中国人面的中心教育商业忽足的地方 但是半层的教育进一步主义 越来越高的人都会做到高等教育中的数字费量 其次当今中国面移的国际形势 大国之间的利益冲锋制计 而在当下强调出世界利益成长的数字 世界公民教育 亏是有对于我们的国家利益的 中国现在关系是研究与世界政治局司组长富裕 在今年发展业丢生 从去年开始 大国竞争重回政治舞台中央 中美贸易战 中国和美国托立TPP等国际大世界 唯一不说明在今年 国家世界的利益似乎自己严峻 而在当下 是当中选出现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 会比赐的情况 也即如此 如果我们教育人民 应该从世界的利益出发考虑 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利益受到分析 而我方认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受教育的衰竭 应该为国家的发展 反正与世界公民教育的核心不是冲突的 不上我方认为当今中国 续世界公民教育 感谢反方一变 有请真方四变对反方一变进行制选一环节 请 好 谢谢主席 请问你 欢迎问一下 你方觉得世界公民教育是好处跟打人坏 如果从我们国家自己的利益出发的话 我觉得还会很快 大家的教学内容 他教学内容是好选择跟打人坏的 坏是很难 因为会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利益上演讲 为什么 我方说了 会对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上演讲 现在是一个大国 可是对 可是对 要没有 我们今天中国也说 我们要经济人类面一个公共问题 我们也希望各国的利益之间都得到考量 为什么只有中国 对 这个是我们说我们国民族的教育中间告诉我们 要经济合作共鸣 所以基本上大方向是一致的吧 没有 国民族的教育和基格的方向有部分都不一致 但是大部分不一致的 然后不去是 大部分国民族的教育是要求我们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 而世界公民教育是要求我们从全球人民的利益出发 所以大部分是不一致的 我可以从我自己的国家出发 我也可以同时考虑各国的利益 你帮我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大方向明明是一样的 直接的冲突在哪里 另外一个问题 你帮你告诉我说中国已经足够有国民族的教育了 也不能算是民族大方向的 你帮我学校好像都举着大学的 你帮我学校 学校哪个课备里面也有些女友谊 哪个大理 高中课备里面 高中正是有党前修的 就是一生我一样最终全球的文化 对呀 坦白两年他没有取出来 按我方搜资的资料 我方发现在哪怕是在上海 也只有12%人有经过 凌方所谓的一些事件的教育 所以我方认为说今天解决一些问题 还是仍然需要加强的 但你看 女方今天说我们虽然有很多教育 可是我们仍然看到会有很多全球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移民越来越多 外国的流水生越来越多 可是他们跟我们之间仍然 会有很多文化的俗路 比如说企业也有可能 因为文化的俗路 导致他们需要 就是解散等等 女方觉得这种问题需要解决 对 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用 博弈素质教育来进行解决 因为它幅度充足我们的 可是 刚才如果女方有幅度 我们接受难民的话 那幅度就要在那里面 我确认一个女方的态度 女方态度也是认为说 我们应该进行更多 对于这种国际国际时间的教育 合理 只要我们 可以 只要我们不让它大概 一这个国际的那个 第一个维持完两号 所以女方今天要教的内容 其实跟我方是一样的 女方也认同说要加强这些 国际与国际之间的教育 也要加强国际与国际之间的认识 女方只是觉得它理由 可能有冲突的部分 可是我方不是论证了 它的大方算仍然是一样的吗 诶 可是我们不定义成功 女方要进行的选择才对啊 我们刚刚已经四辈之间 对 女方说的一个重途是假的垃圾 可是今天世界公民教育 难道是告诉我们 要成为一个被欺负的对象 就是我所有的东西 我都要接受不算 世界公民教育 让你变成被欺负的那个国家 世界公民教育告诉我们 你要进到你在社会之中 能进到的最大的问题 对 对对对 进到各国的责任 所以自己的垃圾 你自己留 自己的垃圾 自己的主意 这不就是世界公民教育 因为最重要的例子 也同样不是说 本国第一个世界公民教育的重途 世界公民教育的重途 也会告诉你要 负责任何自己的来举 他没有几个重途在哪 谢谢 好 那我们的重途 好 感谢双方便有 在本龙环节结束后 正方所剩时间11分57秒 本方所剩时间12分15秒 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正方二面 我们来看后 今天出两个例子 例如说 我们现在有待自己的一样 比较比较比较 我们也在跟大说 我们要考虑别的国家情况 你要聊什么 我们看那边都在我们 好交流 所以其实一号呢 他说内容跟我房间的同样 你看他一定要告诉我 就是我们是不是 到一根世界公民教育的 有关 但是今天世界公民教育 可是在于什么 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式 它就是在于它的一个内核 它的内核在于 你要去了解别人 你要去共行别人 你要去尝试解决 这世界上的问题 那当你的教育内容当中 能够几些要练合的时候 其实你刚刚就在进行世界公民教育啊 但是为什么我方今天仍然说 它有在加强 是因为这个过半 只是一些零碎的一些 一点点的话而已 它没有形成一个体系 我方在对于正江省的高光老师 当然要显示 大概只有百分 对于教育的老师 尼老师跟袁老师来说 通通都没有超过百分之五的人 就是只有第一百分之五的人 他们当下这个教育的内容是足够的 而且只有百分之九十七点一的老师 认为自己没有能够在世界当中 很好的把教育的内容使用出去 所以其实目前来 它这些零碎的里面体系 它们实际上要起到 通通九十九十那个 那个作用是完全不够的 我们需要建议的是 这个世界公民教育之下的 一个体系化的事情 也就是我方今天在做的 我方希望能够把 做一个体系推广出去 然后往下 跟我们说国际形势严峻 说我们要先保护好自己 但是你要看到在我们现在 面对很多的问题 环境保护也好 交流也好 甚至是贸易战也好 它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国家 自己能够解决的 你看英国跟美国 英方说他们托 他们打包容战 让他们得到好结果了 他们打算逆成就化的 是行事而行 但是他们却根本不可能 但是要把讨论 当中独善其身 你只考虑你自己本国家的利益 是不可能完成 是不可能完成 英方今天说的什么 达到消息最大化的 当前就是社会需要的 倡导的态度是合作 是共鸣 这我们来说 所以其实对方 其他没有举证起的冲突 然后我们说社工医院 它根本是告诉你一个观念 是你考量问题的一个标准 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你要去多去衡量 外国的利益 衡量技的利益 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 在两个冲突情况下 你会做出一些选择 在这种看来 你可能必然会违反利益 就拿杨拉基的例子来说 在第一方面 中国在拉基础的事情上 因为我是话语系 我特别了解一点 其实没有中国所说的那么强 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说 到底是污染中国一个国家好 还是说美国的建筑 一个污染好 所以你看 其实这情况下 是几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 但是我们也考虑到的 都是自己 我们考虑到了国家的环保 跟我们国家的承担 外游污染 这两个事情之间的冲突 我们觉得前者更重要 减少中国的污染排放 提高我们的一个大罗太阳的担当 会对于这个世界的问题 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做法 所以其实太阳就是 我们在有世界公民 教育这个理念下作所的决定 而大罗产的情况下 其实我方看到 世界公民教育 跟中国的国家的一天 其实是没有发生冲突的 如果有更多的确认 希望对方恰在国际负责 因为这么情况下 我们其实还是一个有责 而有担当的大货 他最继续 感谢正方二点 接下来有请马方三变 对正方二点进行质询二环节 有请 姚妙妙 您好 您好 我能够了解和共情 美国人的文化和观念 说明我是美国公民吗 中年去的公民 都很好呀 所以说我只需要了解和共情 她的观念和利益 我就是她的共情 所以你是世界公民 你不是美国公民 而且生命是三层 就是了解 我举个例子好 我是举个例子好 有一件事情叫做 知己知彼百战不待 我在打仗的时候 我需要了解对方的方方面 也包括他们的军事角等等等等 我就是敌方阵营的人 哦 不是这样 我还想出什么呢 所以 我们可不可以拿成一个共识 成为世界公民 你不仅仅是要去了解 多人的文化 你还要从世界的意义 你出发去回问题 没有问题吧 噢 是这一出发 应该是你考虑当中的 你都要设置到一个 呃 不要先回去 一个准 对对对 就是说 我们做世界公民教育 就是我们要去衡量世界利益 我们要去考虑世界利益 对方 没有问题 OK 确然到这里 第二点 今天呃 宁方告诉我说 我们今天呃 缺失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要讲究合作公民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 做中国的公民教育的时候 就中国的国民教育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交公民去尽可能的去玩上我们国家的利益 去为我们国家的利益 我们是去运动的 我们之间是互相相关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在做世界公民的教育 然后不要就是把很强行写的其实是一样的 猪八戒世界的教育的内核 和大家看他的形式 其实可以是多样的 内核是不是在于利益的出发点 在我方看来 如果我们做国民教育 我们利益的出发点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 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如果因为合作共赢 是当今看来比性人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教育大家去合作共赢 自私和自私的人之间也可以选择合作 没有错吧 我觉得您知道这对国家的利益 可能比较狭隘 其实在人们的民意中 就是代理不下 当这个时候 国家的利益是没有成功的 对 所以说我们做国民教育 或者做世界公民教育 都可以去教育大家的世界观 都可以去教育大家 我们要去理解多人文化 去做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考量 区别指在于民邦告诉我们 我们还要做一层世界利益的考量 世界人利益的考量 对 错了 其实民邦这边做到一些国民教育 什么修行之类的 其实这个世界国民教育 你没有必要把它再切开来 OK 所以民邦今天认为的是 我们只要去教大家 我们比如说历史课本上面 我们教世界理事 就叫做世界国民教育 的一部分了 我刚才 就是您还是在执迷于形式 我刚才想说 就是你在内容的核心上 你应该要说 是因为民邦绕国继绕的太多了 所以我方想落实一点 民邦是觉得 我们只要教中国历史 我们就叫做国民教育 我们只要一旦教世界历史 让大家开始了解世界了 了解世界的多元文化了 就叫做世界公民教育 我刚才跟你说 就是和形式上面有不大的关系 所以所方今天在意的是内核 我们到底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 还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 我举个例子好了 在高中政治的迪修一上面 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就是教环保的一个地方 有写一段话 就是科学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科学发展的关系 我们今天要牺牲我们国家的利益 去做环保 是适应我们当今 中国当今的发展形式的 所以我们教环保 我们教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们从国民教育的角度出发 我们也是可以教的 没有错 所以说国防今天认为 民邦所谓的世界观 世界格局这一部分的利益 国民利益也有 我们来看下一部分 进入中复的部分 比如说民邦 我们今天说之前的洋拉基的例子 民邦认为世界公民教育 应该告诉大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对吧 是的 公民教育 如果大家都做丑着造的 其实大家都应该要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而洋拉基的例子是 其实中国就是在同量的这种利益之间 因为中国希腊是没有影响 当中的先进 文术里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忽然 我知道 但是我方想要告诉你一方的是 世界对于中国 禁收洋拉基的一个指责是 因为你中国本身有那么大的工业 你如果不收 那韩国它就有报道 韩国不买点天 所以说WTO有对中国的批判说 中国去收洋拉基这件事情 中国不应该收了算 应该做个国家同票收了算 在地方看来 这是不是才符合人类的意义 这其实是一个产业分工细化的问题 在外国看来 可能做这样的分工细化 会不会 我说话不接受 没问题 太难了 可能会得整体的更好 但是我们中国来看 我们衡量了我们做这些的效果 和当中 别人爱做出新效果之后 我们觉得可能 或者会更好 更有力于世界环保 也更有力于大家的经济发展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决定 因为现在分工续并没有到处 对 而我方认为 基于我国的利益考量 我们不应该给国家 在给屋里外出一种观念 叫做 我们应该为世界的利益 去让我们国家 自身本身的利益 去让我们自身的健康 去考虑这件事情 就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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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是第一价值观的教育 就是从谁的角度去出发问题 当我学习了基本层面 能够很好的解决物 不管是垃圾污染的问题 还不懂的问题 等等系列国际问题之后 我有能力解决它 我从谁的角度出发去解决它 这是第二层教育 我方认为国民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的区别 就在于这第二层之上 第一层教育谁都会做 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国民 我们也要学会怎样去环保 怎样去持续发展 因为从国家里来说 这也是需要的 但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 他做到第二层之后 考虑的点 我方认为应该作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 应该从世界的角度去出发 世界的利益最大化是 世界公民应该持有的观点 而国家利益最大化是 国家公民持有的观点 举例来说 这是一个洋垃圾的例子 是不是按照世界公民的角度来讲 现在而言 所有的洋垃圾 应该放在树立技术最成熟 最发达的地区去解决 市民会污染当地的一些环境 但是作为世界来说 他的利益最大化 那作为当地的国民 会愿意吗 不会 因为他们国家的国家利益 相对应手足 方向讲的区别就是这一点 作为一个在当今时代下 大国之间仍然有竞争 国际之间不是那种国家 国与国之间差别非常大的时代 如果要做到这样一种世界公民 是不可实现的 因此我方倡导作为中国国民 应该优先从中国的角度出发 在合作与竞争当中 永远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 然后与其他国家去博弈 无论是合作也好 最不论是竞争也好 达到一个中国国家利益 应该有这方面的教育 因此要加强教育 只需要加强国民教育充分就可以了 如果加强世界国民教育 势必会带来为世界 出于世界利益考量 而忽略国家利益 忽略国家利益 这样的一种教育结果 是不可取的 以上 感谢法康二变 有请政双三变 对法康二变进行智询二环节 各位你好 现在学习哪些国家有推行世界的 对法康二变进行智力 我还请不出 美方不知道 中国有的经过 我方说 我方没有 我方没有工作 所以说世界公民教育在世界上 是没有实行限定的 是你方意思 我只是问 听中国你想成立的 美方都没通过世界公民教育 美方怎么知道他有厉害 美方哥 你从网络上分析的 对说网络上有没有实验 没有实验 美方今天要论证 他国民对国家利益有冲突 有失败 美方不举证 美方告诉你一点 很直白的 他的利益出差点 就是对国家利益 好 确认下来说 有机分析没有实证 好 再问你 中国人学习 是世界公民教育在哪去吃汗 你就证一下 跟你讲了 所以面对羊拉西这种例子 一个世界公民应该做的东西 是对中国利益 不好意思 一个世界公民 应该让别的国家 在自己国家倾倒拿起 特别感情 欢迎大家来到 这才是美方定义中的世界公民 当自己国家 是处理技术最成熟的时候 他当然也要看清了 他是世界公民 好 所以说在英方看来 对于世界公民来说 每个国家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 处理好自己的垃圾 不在世界公民教育上里 我都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来说 谁所有的都没涉及做 所以说 所谓世界公民教育 就是不把自己国家的教育 不把自己国家利益 放在眼里 对不对 反正了使世界利益最大化的时候 国家利益可以说什么 好 所以说林方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林方出讲的 世界公民教育可以如此的荒谬 不把自己国家的利益 放在任何的眼里 好 这样一下子 现在如何进行世界公民教育 和您讲的 技术层面上 所谓说定义靠的是它的宗制靠 是它的价值 不是靠具体的形式 对不对 具体的形式 举个例子 今天如果我在光中政治课文前 做点说法上的修改 加进西总学题题的话 叫做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霍夫相依 修气与共 所以要达到人人云与共同体 在一方看来 不叫做世界公民教育 比如说如果好听过的话 它能力出发成什么样 好 所以说西总学告诉我们 要达到人人云与共同体 要从更宏观 从世界的角度看问题 只是 只不过因为它写在了政治书里 以后就不把它当作世界公民教育 我觉得它说的很好 从世界的角度看问题 并且从国家的一个角度出发起问题 对 所以说我问你今天我们读文语 可不可以是道德教育 论语或 读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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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文学好像挺好的 对 所以说我们只看读文语这种形式 并不能判断它是哪一种教育 你只看高中政治书不休克这种形式 并不能判断它就一定不是国母 这个这个是世界公民教育 要看它的价值目标的宗旨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打着世界公民教育 好像是进行国民教育 来来来别着急 所以说我们发现 如果你是从世界的价值出发 从全人的意义出发 只不过写在高中课本里 张量着世界的公民教育 您当先不要做这个头发 来下一句 您帮说中国国家力和世界力一定相配 来举个例子 不是一定相配 是在有相配的时候 举个国家力 举个例子 中国技术 举个新鲜 也会有目标好复 举个新鲜 类似杨达奇很多例子 其实都是可以一样的 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有些讨论 有没有开始的利益 有没有数据 对不起 有没有分成事件 有 哥本哈根的会议 我突然想起来了 所以说 为了解决全球气候问题 是大家纷纷退出气候协定 还是参加气候协定 比较好 解决气候问题 当然是应该用 哥本哈根会议最开始 全球 讨论一下 所以说 哥本哈根的协议 很多国家耍油盲退出了 我们是觉得解决问题 应该让他们有全球意识 接受世界公民教育比较好 还是大家耍油盲退出比较好 如果中国进行世界公民教育的话 中国人就应该接受那个协定 所以说 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了 别的国家不接受 所以说 世界公民教育是件好事情 来 但您放心看来 国民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 是不是一样的 您可能没理解 别的国家没接受 我们接受了吗 所以说 合作公民是更好解决问题的方式 世界公民教育和国际和国家教育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两个例子就是告诉您 有时候合作公民的时候 需要牺牲本国文利益 然后来 正面回答 就会发公民国民教育 和世界公民教育 如果是完全一样的 今天为什么要讨论 如果不一样的话 您可能为什么觉得 国民教育够了 世界公民教育也就够了 这都想够完全一样 没问题是不一样的 感谢双方面影 在本文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锁剩6分38秒 反方时间锁剩6分46秒 接下来进行制行小节换节 有请反方三面 谢谢观众三长各位 别忘了没有说 我们今天的教育的行事不重要 关键看内核 国方太同意了 关键就是看内核 你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教大家去环保 倡导大家去做各种各样的合作问题 我们的出发点到底是基于我们国家自身的利益考量 而是基于全球全人类的利益做考量 您帮所说的气候峰会的例子 我刚想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在B站有个特别火的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大家只要说那个柴晋 就是从你之下的柴晋和丁仲理 就可以查到一个窝量特别高的视频 他讲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柴晋去采访丁仲理 因为丁仲理是代表中国去参加这个全球气象峰会 在那个会议上面 全球气象峰会制定了一个协议 说我们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做考量 所有的国家必须得按照标准 一步一步的去检台 中国觉得中国不同意这件事情 听众里面是很不同意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在我们的很多基础建设都还没有建好 很多的我们人民的固执都还没有办法成长提供 没有办法跟巴拉多家去比的时候 你告诉我们要去检台 我们根据自己的利益 我们可以合理控制我们自己的排量 科学发展观 当然也是有利于我们国家自身的环境考量 可是如果我们为了全人类的利益 我们就停止我们的工业建设 停止我们的工业生产 这是不是有被我们国家人民的利益 是不是有 对于我们的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呢 第二点 今天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很谱谬 方现在提供一个理想叫做 进行了世界公民教育 就没有办法进行国民教育了 我方其实也明白 您方可以选择对世界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良者的并行 可是我方今天就是想证明的就是世界公民教育的弊害 单从我们合作共民的角度 多元文化的融合和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的国家公民教育和您方的世界公民教育 我们都可以做 可是您方今天在教育当中融入了两种价值观的推行 总部会培养出更多的人 他成为世界公民 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更多的以世界利益作为考量 我们国家政府作为人民的政府 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无数的人民告诉我们 无数的人民开始站起来 开始告诉大家 我们中国难道不就应该被全人类让一步吗 我们中国难道就不应该放弃我们的一些工业设施吗 我觉得这是有备于我们国家的利益的 我们国家的政府 对于我们人民负责 不应该做出这一步的让步 第三点 标明有没有考虑到的是什么 标明有过我们今天做中国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的 做中国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的PK 其实说到的就是这么一层 到底我们中国要不要为国际 为世界去让步利益 我们认为不应该 我们认为在这种打形狠的时候 中国不应该去让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 是中国的教育目前至少也是政府的教育 政府的合法性体现在哪里 政府的合法性体现在 当今中国的政府是人民民主专任的政府 它应该考量的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如果当今的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利益去负责 如果当今中国政府制定政策 不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的话 我方认为这是一件 不对我们中国的国民负责任的行为 不对中国人民负责任的政策 而我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国家本身的合法性体现得到缺解 所以我方认为从制定政策的出发点考虑 我们也应该更多考虑我们国民的利益 不应该为世界地区账户 我们可以为了国家为了合作共鸣 去告诉大家世界的何需 但是不可以为了世界地区账户 谢谢各位 感谢粉方便手 接下来有请政方三面进行质询小节 来 来 打到这里 各方没有的意思已经照顾了很多 其实他方认为 并不是所谓的家传世界公民照 而是把中国改造成一个 不丝毫或不关心自己国家地区的国家 成为这两个是一件事 第一 中国的地区和世界地区 到底存在什么实质上的程度 他方没有说明 凉垃圾的地区 仿佛处理好自己的垃圾 都是各国家应尽的地区 而工业生产的地区 碳排放的地区 想世界上有没有任何一份合约 强制一个国家 停止任何的工业生产 减少贩卖矿 直接减少用不发展的代价 来换来世界上的环境的美丽 好像也没有吧 道路今天 其实他们所在意的那些 国家利益和世界地区上的冲突 如果没有世界公民教育 它照样存在 今天世界公民教育教育 到底是如何想办法 用和平共鸣的方式 解决这些冲突 还是我们用利用办法 加剧这些冲突 显然是前者吧 我发现道路 并没有多问题 我们说加强世界公民教育 到底在哪些实质上的方面 会对中国的未来 造成什么明显的损害 前面他们给不出例子 后面他们给不出数据 中间只用逻辑推理 中间的逻辑还能不能买出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 一定会存在这样的使害 但我相信 各位报告我们说 加强世界公民教育这些事情 现在已经做的足够多了 可是问题是 我方已经在前世间 唯有很多数据告诉 现在做的并不够够多 而刚刚说做足够多的原因 其实不是世界公民教育足够多了 而是当今中国的素质教育 当今中国的课堂教育 已经足够多了 可是偏偏这两者 现在到底有什么 未样的地方 还没有讲出来 如果你认为这两者是 一样的话 你要报告他两者 为什么是一样的 如果他两者是不一样的 反正国民教育 能够能够认识 世界公民教育 就已经足够了 要不然到这个情况 至少告诉大家 国民教育当中 那些教的内容 已经能够解决 今天我们世界公民 正会应对的挑战的话 可是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今天中国每年会 新增50万的留学生 我们面临着50万和巨大的 有宗教的 肤色的 有人种的 有国际上各种差异的 个体的时候 我们需要再加上世界公民教育 来加上全量 妄怪他们的利益 当今中国一带移动战略 对外援助超过了一千六个亿 天杂社区上 那些人都骂声刺奇 或者说 康百姓是太穷中国之名的时候 你要不要加上世界公民 要办法我们对外援助 是有用的 我们是休息相当 过不与共的 今天有些人心怀 在非常过急的民族仇恨 遇到这些民族争端 就上街去打砸 对面走一个国家店 五十五只都是中国人开的 那个汽车也是中国人生产的 要不要加上世界公民教育 要报他们 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共同的经理体制下 我们是能够超越狭隘的 民族天津子弹世界 为什么今天在康央医院下来 谢公民教育没有这种需求呢 我方可理解 他方问证世界公民教育 无需加上的逻辑 论证不白这个需求性不存在 反而我们看到 然后世界上有很多就是这样的需求 同时 人是一个有多层身份的公民 我们的社会神经当中 我们可以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 同意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份子 当今的问题 不是我们不关心自己国家的意义 而太多是我们太关心自己国家的意义了 我们的社会永远只有一个 那就是那个一个民族国家 和故名的公民 我们永远为了自己国家 以而不惜做出什么要求 逃避心美同公民 我们的垃圾就应该跳到中国 是个多么荒谬的事情 我都不会处理自己的垃圾 人到别人家的后面 我才开心的时候 你难道不应该想想 世界公民跳起来有多重要 就我们不应该想 把供应一个世界人的身份 来看下这件事情吗 这才追求一种平衡 而不是不考虑自己国家理 以上 感谢双方便有 在本楼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3分26秒 反方时间所剩3分30秒 接下来是自由变动环节 尤其正方先发言 然后有些人认为对外援助 一点一眼就没有 像这样的国家 拿一千多元全部都是烧钱 要不让他加上世界的垃圾 没有 你知道中国人去非洲那些国家 去做那些援助 几千亿的援助是干什么吗 是在非洲那做工厂 那些工厂是什么 是中国的公司去做 这难道不是中国利益的合理组成吗 比方说是对外投资 我说是援助 就是白拿钱给人家 有人说就是烧钱 有位于国家地 中国那种人到屏次还往外援助 特别多大自家协助 中国没有白砸钱 中国是送的那些是外债 是到借给你们钱去做基础建设的 而那些基础建设 必须是中国的工厂去做 所以我方问您 问题是如果我们中国的利益 没有得到促成的情况下 中国是不是应该去砸钱 当前中国还免 您方觉得前面的您方不认 我们中国当时还免除了很多外国家 平均民从亚非亚洲的债务 您方来这也是对外交媒的重视 也没人家做出了我们国民的利益 所以想保护好自己 自己好好活动 这些免除外债 也是为了帮助那些国家做更好的基础 方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合作共赢 为了国家利益 所以您看到了没有 为了合作为了国家利益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利益就是得利益 根本就不存在冲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国民逃走 做人不理解这件事情 我们有没有必要在国民当中 开始交易 所以加强国民教育本质 也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了 所以我方想问的一件事情是 您方今年说 我们一遇到各种各样的冲突 我们就开始打砸抢那些日本的店 您方认为 所以我们一遇到这种冲突 去打砸抢那些日本的 也是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 应该做的事情吗 所以所谓说 你要认识到 我们是在一个经济共同体当中 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仇恨 来说一些对外援助理的想 那在外面 一些中国的演习都五十万个人生 有公司里有废人 很多人不认识的公主 你绕他们的尊敬 不知道他们的背景 不知道我和光 来理解他们 要不要讲究世界公民教育 我们想说的是 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 根本不是一个 那么合格的中国公民教育应该具有呢 我们现在中国大学生的占领只有9% 在您方看来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大学生 没有那么多的教育 可是我们在不安的普及 所以造成了一个现象 是您方看起来 好像我们的素质整体很低 但是我们在不安的加强的教育方面 那这种教育 这种国民教育 为什么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老朋友 如果你的国民教育 只是写在课文里面说 我们世界上各个国家 或不相关兴趣与过 那就是世界的公民教育 大家就是为了扣除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点 所以说今天我们关心学生了解宗教规定 获得全球视野是不是要在哪里世界公民教育 所以不是国民教育 不教那些事情 合居世界的眼光 你们世界公民教育也要教 国民教育也要教 我们要做的就是 不要把它局限于客本而已 当问题来了 有了这些格局 有了这些演化 有了这些技术这种东西 你从谁的利益考量 书8次我们没办法考虑 所以全球世界的公民教育 并不代表我们今天 完全不管我们民族国家的利益 这年有在民族国民教育 我们只想更多分事业上来看这个问题 是不是需要加强世界公民教育 这么说世界格局 对于多元世界观的理解 我们需要去加强 需要不断提升 这是去废话 但是我方认为的是 作为一个合格的国民教育 和世界公民教育 都应该有这一部分内容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加强的 不是国民的国民教育 而是民族的世界的公民教育 问题就是 为什么民族觉得 应该有这部分内容 如果民族真的觉得 本国利益就好 你只看本国利益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还要培养更多元的世界格局 这个就是世界公民教育想要做的吗 对方便我方讲过了 因为从李星人的出发考量来说 我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方式 在目前看来就是合作共民 所以我们要教会大家这一点 教会大家怎么样更好地去合作共民 这不能从我方的我自己的利益 做出发点吗 对 所以其实民族根本就要认同我方 民族时后开始 觉得一定会想知道国家利益 但我方跟你说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 大部分从来都是离止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人类的运动 点原因 我觉得我跟孩子说道教育 跟他说不要打人 就是跟他说 你爱吃的时候也不能打人 什么时候都不能打人 跟您说得很清楚了 所谓的合作共民那些国家利益 既有获得 世界利益也可以违国的时候 两者教育都可以 但是两者冲突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能选世界公民教育 对 如果是本国的利益 最好是什么 是贸易单边主义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希望 进行转移和贸易多边主义 我们去跟各种国家交流 这样 国有赚的 韩有赚的 如果我不管它 我自己赚到死 这样才是宁方本国利益的方式 当然没有您学过宏观经济学员 您就不会告诉我们说 单天贸易是最好的贸易方式 最有利于我们国民经济的方式 我方问宁方的是 在宁方看来 我们今天都可以做到 对于世界多元文化的教育 宁方怎么去弥补我们国家 在很多时候很多世界 很多培养出来的世界公民的 这些部分的缺憾 怎么很多时候 被世界让步的缺憾 感觉没有 讲到现在宁方都没有告诉大家 培养出一个世界公民 培养出一个中国的世界公民 到底给中国带来什么实质上的问题 中国未来怎么办 还请您的证明 那培养出来一个世界公民 他能为中国赚多少钱 宁方又去赚吗 哎唐贝尔 今天大学教授发一篇 在塞的路纶能够赚多少钱 教育的产出联邦 要是比较量化的办法来统计的话 这也太不切实际了吧 所以说 并遇如此多的全球性挑战 是不是要加成协助的教育 不是 宁方指责我方 就是我方没有指出那些实锤 然后宁方也没有指出实锤 也是在做逻辑推党 那这个指责有什么意义呢 我刚想问您的 就是宁方告诉我们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在我们 我们自己在国民 国家公民去岸 国家公民教育的时候 去岸的时候 也可以 为什么不是加强我方的教育 而加强民方的教育 不是我方有告诉我们 新疯了50万留学生 我们今天就在远路超前 以国内竟然有用不理解的娱乐乐调 这都是一些 社会上发生的现实 不在场世界公民教育 用什么公民教育去解释 我方认可 就是我们现在确实要培养 我们的多元民族的那种 什么善意 和做公民的意识 但是 我们认可 我们认可这些东西的缺憾 但是我们认可的是 国家公民教育 现在也有缺失 为什么我们不是加强这一块 可以更好保全国家的利益 但是你加强国民教育 跟我们今天加强社会公民教育 有什么冲突的 正要认真关系 你要讲清楚 一方实际上已经完全 任何我方字内合作 但是一方实际上 是在这里的国家内 跟个人类的冲突 那冲突了就哪 一方就去哪 好解释清楚这一点 缺失的是那些世界性的眼 往往那些思考的层次 我们没有以更高的层次去思考问题 这些东西国民教育 和世界公民教育 都要做 但是问题是思考清楚了 问题怎么解决 从谁的利益角度出发 我刚认为 应该采取国民教育 所以尊重加强 还是国民教育 买到没有 今天国民 国家公民教育 和世界国民教育 对根本的缺点 就在于 跟区分就在于 意识化也不一样 而民主要告诉我们的是 面对现在各个国家 当国没有办法解决的全球性挑战 气候危机 人口问题 平衡问题 到底是怎么样 从一个国家里出发 就能够解决的 这才是世界公民教育 对不对 方便我们国家讲的科学发展观 难道不是从我们国家的角度出发 去解决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吗 所以您方今天要到 为什么这种方式 不能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呢 而面临着这种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国家 为什么不是去解决 为什么不是出于 我们国家的地理能力做考量呢 您听明白我的意思 我问题的是 现在世界上 面临着很多全球性的挑战 往往非以国之地可以解决 往往地区 要多把地区 拔到全球的问题 贫困人口 三人大家 环境问题 资料问题 等等有很多问题 您方是怎么做到 只从一国市到处 套公民教育 这能够解决的 这个才是您方要解决 才能用您方的公民教育 来抹平我们世界公民教育 好处的所在 所以您方看到没有 在您方的视角之下 现在有些东西毛疆 什么什么不存 什么什么掩饰 我都忘了 就是我方想说的事情就是 在您方看来 我一个起肚子私的人 在面临一个需要合作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选择合作 喜剧不存 毛强烟族 带您科普 接着往下走 如果你是个极度自私的人 为什么你要签署 各个他能联合 又有气候决议 极度自私的国家 都退出去了 最初合作共赢 八方约的第一视点 全球角度才能解决问题 两件事情 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钱 中国觉得那个中国太不愿意 自己的器械做不上来 第二点其他国家都不愿意 中国现在急需落 中国地域会怎么样 你考虑走吧 所以说 对于全球性的挑战 明方还没有报答 如何从单博式的 如果从本国历史华 就能够把它写结论 明方只能够提出自私的 那极度自私就会代表 会有这么长远的面光 这么好的合作态度 那不应该带来的是短视吗 极乐自私的极归 一个自私的比赛人 为什么他不能有长远的目标考量呢 明方不要问这个 我讲 我讲真实的常识问题 所以说我们发现 面临现在一国之力解决不了 甚至一个地区论的解决不了 全球性的问题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提出 事业公民要预 提出要继续主张全球化的废物 这个问题 单独是意义 怎么解决的地方 没问题了 双方发言时间到了 感谢双方便友的精彩发言 最后进行总缘私私环节 友情反方四变 好 再次感谢大家 各位 我看今天的问题都讨论有点乱 稍微打理一下 我们首先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是在双方的第一点上 其实我方一直层次给来的很明显 这些国民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 都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技术层面 每一个合格的国家公民也好 世界公民也好 在当今这个全球的视角下 他们都应该有全世界的眼光 都应该能有一些解决全世界问题的视角 这个双方大家都应该有 那么核心我们说的二十个问题在于哪 在他们的意识层面 意识层面上 一个中国公民应该考虑中国的利益 一个世界公民应该考虑世界的利益 我们来简单准备一个很容易理解 比如说我们说有战争黄仁西德鲁 他这个人他有很高的世界格局律师 他在做新决的时代 当然大家考虑哪是国家能打 哪是国家不能打 哪是国家结盟 哪是国家不能结盟 哪是国家不能结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有很高的世界格局律师的人 他显然不是一个世界公民 但是因为为了自己国家可以触发 一个中国的利益 所以我们看这是个二十个根本 区别所探 并于出发的东西 都没有一直是个模糊的一点 认为是国家的额是能力 一直能够相互交叉在一起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也会方便有国际 比如说我们做雅拉吉处理 雅拉吉处理来说 都没有一直很迷惑 他从国家出去熬起的拉致 最大的最熬的产业 这个显然不错 我们都知道 美国都有自己的强势产业 中国一直以来 因为喜欢这种雅拉吉 所以中国的雅拉吉处理产业非常强 所以中国的雅拉吉处理产业非常强 那么 这后问题在哪里 出带了中国 现在要对自己对自身人的建厂考量 进入了对自己国家的环境考量 我们现在觉得 不再接触这么多雅拉吉 要对雅拉吉 要对雅拉吉处理 这个时候别人国家不干 他还指责我们 说我们的国家意义 说我们的世界意识 那么一个世界公民 以世界理由于出发 显然还是应该给国家 做一些利益让步 做一些自己国家的意识 但是我们想做一个中国公民 在当今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下 我们能做到这一步吗 谁然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这方面 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例子 当今世界不是一个完全和平 不是一个世界公民交易 是完全普及 大家都把自己作为一个世界的环境 当前的环境是什么 是中国也会经常打贸易战 是中国处于自己环境的考量 稍微一考虑自己要对自己环境的考量 可以助各个国家 基于自己国家利益 反而不来指责我们的环境 这样一个环境下 你自己如果已经 默然把自己的环境 至于一个世界公民的意识 世界公民的视角 那么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你自己是主动挨打的另方 我们开始三变解 三变在一个小小时 我觉得非常好 中国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 是要对中国人民负责政府 而不是一个首先对世界人民 负责政府 你可以对中国人民负责政府 首先要考虑自己国家利益 而不是先把自己的利益 当中主动把自己的刀放下 让别人毫无固执的可以攻击自己呢 我想太多数了 对方会有一直在跟我们提一个 叫人类利益问题 我们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人类利益问题的西洋室的报道 当中有一句话说到很好 叫主要顾及国家的发展 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 兼顾其他国家的发展 这个主次关系在报告中 也说得非常明确 在这个当中 对方会有一直到说完 但最后的问题是什么 是对国家世代 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没有全国视角 没有从事件利益出发 可能不能解决 这些问题我们要统败 很简单 第一 不管怎么样 都要坚持自己的利益为重 就像各种合作会议上来说 我们说如果大家都能够愿意 把这个事件利益置于首闻 那可能这个问题是能引刃而解 但回到之前的问题上来 现在是有怀疑是这样吗 不是 是国家都有一些对国家的小考量 我们都要先注意好自己 国家本身的发展问题 如果别的国家先不先 谢谢 谢谢主席各位好 还让我发觉今天对方给我换扣了很多帽子 因为要知道是世界公民教育 它本身就是教育的一种 它不是今天政府要怎么样决定决策 那么今天再说呢 说我们今天只要做世界公民教育 政府就一定会让我一定不会顾本国的利益 可是所有的政府 它在做政策的时候 它都往往会先考量本国的利益 包括世界公民教育 它也不是在告诉你说 你不应该考虑本国的利益 就是做的 坦白说 吃了很多火荒店也好 你方今天说 作为一个精细的理性人 我们就应该要考虑各个各同的人 国家去合作 可是坦白讲 现在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不就是人不是那么理性的吗 就是因为如果我经济呼吸了利益的时候 我往往有一个转世的心态 比如说什么 像美国它今天逐渐开始进行暴力单边主义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它觉得这样对自己有好处 所以它就不愿意去跟别人合作 它也用过高的价格去卖一些专利给别人 所以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都很顾太多的本国利益 而是我们多去考量一点点世界的利益 就是我们进行多边主义 这不是你方今天合作可以考量的 如果你方今天真的被本国利益考量的话 最好的就应该是做贸易单边保护制度 不要管其他国家都好 这才是现实当中 你方这种利益实践的情况 而不是像你方所说 理性人当然会有最好的决策 不存在这样的理性人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方说的这些世界家里的好处 实际上它都是世界公民教育的内口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你方今天说 你方今天说我们要为本国利益 可是我方今天说了 世界确实就是有很多问题 是需要从世界的角度 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解决的 就是这种气候排放的问题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就好了 那我当然是越排越多越好啊 我为什么需要管其他的国家 一方今天说我们国家会看到可持续发展 为了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 我们就可以小排一点 可问题是 那那个国家为什么不会想 为什么不让其他国家小排一点 我就不要排了 所以你方今天最终无发解的是 哪怕是你方今天说要安肥国利 可是人家会有冲突的时候 我方觉得解决这些世界问题 也是从世界视角来说是更好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其实需要世界公民教育 它为什么会产生 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本来看到 它看到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 它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 它可能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它可能只看到自己的地 它不会考量到其他人的文化 它不会考量到 对于环境污染 对于可持续发展污染 所以今天世界公民教育它本身就是 叫你要放下多一点的本国力 去多顾击一些世界的理由 你方今天没有告诉我说 为什么本国力就可以达到你方所有的好处 我方觉得你方恰恰是在推进世界公民教育 而世界公民教育才是我们今天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 要知道的是 世界公民教育它真的不是在叫你成为被欺负的那个 它来说的是 你要做越来越多不同的改变 去从本来是全部都是本国利益 变成你有一点本国利益 也有一点世界利益 这样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况 所以这件事 这件就是世界公民教育目的 这是解决世界问题的最好的 欢迎世界教育 感谢正方便手的同学生词 致辞比赛关节已全部结束 有请评委填写上搜印象票结关节票结果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票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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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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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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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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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